哈囉大家好,我是楊楊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看起來不重要 但實際上可以影響你打版很多的技術 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們身體的各個部位 依據不同的語言或是各個地區都會有不一樣的叫法 但在我們打版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為英文代號 來作為我們在專業上的一些標記 那今天我就來教大家 你在人台以及原型版上 一定會用到的幾個專業的一些術語 那首先我們就先來看到人台的正面吧 人台的正面你可以看到正中間這一條呢 這個綠色的就是Center Front 我們通常以CF代替 所以當我講到Center Front的時候 就只有這個位置 一定是這個位置才會是Center Front 而原型版的Center Front 就會像是在旁邊一樣 這樣子直直的一條 那就是Center Front 而這條線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 幾乎多數的衣服都是鏡像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從這一條線開始 往兩邊去做鏡像的 那在打版的時候 這一條線一定是要抓得非常清楚的 而我們在人台立財的時候 這條線也會做我們最一開始的參考線 而第二個我們最常提到的就是 這個Boss Point的位置 那Boss Point的位置 基本上最簡單來說就是 你乳頭的位置 那所有的乳頭位置不太一樣嘛 所以我們Boss Point 基本上就會是我們人體在上半身 最突出的部分 尤其是女性 所以通常這個地方 也都會是衣服壓力最大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講Boss Point的時候 基本上背後比較少會講Boss Point 那Boss Point我們可以看到 通過Boss Point的水平的線 基本上就是胸部 這樣子過絕這條線 那當然就稱為Boss Line 然後代號是BL 那它基本上就是很簡單 那接下來我們講到 West Line的部分 它基本上就是我們所謂的腰線 那腰線的重點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 它是我們上半身 應該是最細的部分 而且它的前片跟後片呢 你可以用腰線的方式 去把兩片對在一起 因為它是最細的位置嘛 所以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去對說 那你往上呢 是不是往和的 往下是不是往和的 所以它可以作為我們的一個 前後版型的一個參考 那接下來我們再繼續往下呢 正常的衣服 通常都會停在這個 Hip Line的位置 那Hip Line基本上就是 你屁股最突出的那個地方 那多數的衣服都會停在這邊 如果是還要從 Hip Line再往下的衣服呢 通常都多作為一些裙子 一些連身裝之類的東西了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我們的原型版 那一樣呢 在最右方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Center Front 就是我們剛剛講過的 那接下來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呢 是像是這個尖尖的 這個三角形的部分 就我們叫做Darts 那Darts是我們最基本 最基本的一個收折的方式 那你可以看到中間的那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Bus Point 那是不是 我們的Darts又連到我們的Bus Point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一樣呢 那接下來呢 我最常講的Nick Line 那Nick Line我們代號就會是NL 那Nick Line基本上就是這一整圈 前後都叫做Nick Line 那只是我們可能會在前面加一個F或是B 然後B的話就是Back Nick Line 就是後面的這一條 那前的Front Nick Line 就是前面這一條 那正前方的這個點呢 那我們就叫做Nick Point 那這個應該很好理解吧 那接下來呢 我們往旁邊去看呢 會有叫做Armhole Line AHL的東西 那Armhole Line呢 基本上就是你這個地方的這一整條線 會叫做Armhole Line 那前片跟後片都是有Armhole Line的 那這個東西呢 你想想看 如果你要寫斜線啊 或是其他中文的話 那你其實會寫很多筆畫 所以直接AHL就是很簡單的方法 很好搞定 那接下來呢 下面呢 一樣有Bus Line跟West Line 我就不如重複贅了 那我們看到Green Line的部分 那Green Line這個東西呢 在人台上是不會有的 在原型版上一定會有的東西 那多說了Green Line呢 我們是平行在Center Front的位置的 那Green Line是幹嘛的呢 基本上呢 它就是讓你在剪裁的時候呢 告訴你的布紋 要如何對齊在 我們的裁切的布料上的 所以呢 我們要標記這個Green Line的部分呢 是有一些像是襯衫 它不是都會有一些花紋嗎 之類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是需要去對花紋的 比如說 我們的前片跟後片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是要把花紋對齊的 所以呢 這個Green Line的部分呢 都是我們要特別去標記的 那要特別記得 它就叫做GL Green Line 那再來我們到袖子的部分呢 其實就比較少用了 那最常用的就是這個Crow 那Crow High就是我們基本上 所謂的袖山高 就叫做Crow High 所以呢 這個東西我們就稱為Crow 那再來比較少用的呢 就是Bicep Line 那Bicep Line 基本上就是Bicep 就是你的二頭肌 然後三頭肌叫Tricep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 所謂的上面的這一條 就是你從一個山形 回到一個平的地方 那它真的比較少用啦 我很少會標記這個東西 那它的縮寫我們基本上也不會去使用 因為你說的縮寫BL的話 那就會跟Bicep Line做重複了嘛 那我們常標示的是這個elbow line的位置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比較重要 就是它代表著 你從最上面這一點 沿路下來到你的elbow的這個位置 手肘的這個位置 那接下來呢一個重要的東西呢 叫做Center Line 那Center Line呢 就是我們袖子正中間沿路這樣下來的位置 那你也記得不要搞錯了 不要跟Center Front跟Center Back搞錯了 那Center Line呢 就只是說它是中央線而已 所以你用在任何版型說 哪一個地方是它的中央線 都是可以的 那Shorts的部分 因為沒有前後左右 所以就是Center Line的位置 接下來一個重要的東西 就是在我們肩膀最外側的這個點呢 基本上呢 就會所謂的Shoulder Point 那這一條線呢 基本上我會稱為Shoulder Line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很常見 那基本上你都要去學會這些東西 那我今天簡單的分享一下 這些圓形版的術語 其實也蠻好理解的啦 它的縮寫就是它的英文的這些開頭的縮寫嘛 所以你只要記住身體各個部位的位置 比如說這裡叫Bus 這裡叫Web 下面叫做Hip 那這個位置記住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Line Point這些東西 進行的把它自動加上去 那就可以變成是你打板的標記了 那這個標記的術語 基本上是全世界共通的 你這邊標記好了 你拿給日本的打板師 你拿給英國的打板師 基本上他們都會是看得懂這個東西的 所以學會的東西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別忘了幫點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